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士中國生 昨天台股開低走高 收了一根長達200點的下影線 收得非常的漂亮 那其實在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它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 它可能不是絕對的低點 但是它會是整個第四季 相對的低點 昨天雖然說台股又在創下了新低 但是其實以整個第四季來看 它就是在震盪主體 那為什麼會對台股這麼有信心 因為昨天晚上的台子夜盤跟美股 沒有說太大的變化 就小幅度的震盪 那為什麼說現在 我會對台股這麼有信心 在這樣子的氛圍下 其實邏輯很簡單 就像我們在這一兩週 一直強調的概念 其實你從友達的大漲 群創的大漲 包含南亞科群聯 面板記憶體的大漲 你會知道 股票市場本來就是反映未來 那如果說提前反映過 未來的利空 股價位接又夠低 它不需要任何的利多 一定會漲上去 台股也是一樣的概念 台股它已經提前反映過 明年第一季的產業 經濟的利空 那提前反映過經濟的利空 這個時間點 未接相對就低 而且很多的股票 就以盤面上來講 一大堆股票 它的未接都非常非常的低 那其實說未接夠低 就像我們一直在講 每一間公司一定有 它最基礎的價值在 就是說你這間公司要賣給別人 一定會有一個最基本的價值 那如果說跌破這樣子最基本的價值 它一定會漲 只要說國際資金陸續回流過來 一定會漲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點的盤面 真的是一大堆便宜的好股票 那也只有在這樣子的氛圍下 才會有真正超跌的股票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加權指數 以加權指數來講 其實邏輯都沒有變 就是說它在這個位置 持續震盪足底 那最大最大的優勢就在於說 它在今年的第四季 已經提前反映過 明年第一季的利空 股價位接非常非常的低 這就是兩大優勢 因為股票市場 它永遠會提前一季到兩季 反映現實狀況 那你去看 昨天最低是12,698點 12,600 那也符合我們所講的 其實說 以整個第四季來講 最低點可能會落在 12,500點左右 因為其實目前已知的利空 就已知的聯準會升息的把數 它其實對比上 對比上美國十年期公債 它差不多極限值就是4.5% 那美國十年期公債 極限值是4.5% 台積電最壞最壞 頂多就是到350元 那台積電到350元 對於指數來講 極限大概就是跌到 12,500點左右 而且大家要知道 其實12,500點 它已經接近了疫情發生前的高點 就是說 就算說整個台股 整個國際股市 都沒有任何的利多 沒有任何的新的一些前景 但是整個國家的總體經濟 它一定會往前去成長 就是說整個全球的經濟體系 它本來完整的趨勢 它本身就是向上 那本身就是向上 你說這個時間點 已經跌回到了疫情發生前的高點 其實這個很明顯 你光是用這個邏輯去看 它的位階就夠低 其實你去看 我把這個線圖縮小來看 這是加權指數 以加權指數這樣來看的話 疫情發生前是這裡 這個位置 這一根這裡的擊殺 這就是疫情造成的下滑 那疫情發生前的高點在這裡 這個時間點已經接近跌回到了 疫情前的高點 就一萬兩千點上下 它的距離已經差不到了一千點 那其實你光是用這個邏輯去想 現在的台股位階真的非常低 疫情發生之前 大約是2019年的年底 從2019年的年底 到2022年的年底 大約是兩年的時間 兩年的時間就算沒有發生任何的狀況 就是說就算沒有發生任何的 可能說產業的變化 或是說產業的成長 但是以全球的經濟來講 它本來趨勢就是向上 所以如果說回到了疫情發生前的高點 這絕對是不合理 那也很充分代表 這個時間點位階就是非常的低 所以反而是要說利用這樣子的機會 那下去撿很多便宜的股票 包含像台積電也是 2330的台積電 台積電我們一直在強調 跌破400元一定可以去買進 因為台積電的比較對象 本來就是美國的公債 昨天10月20號 最低來到386元 這又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完整的邏輯是在這裡 其實台積電的買法很簡單 它主要的對象就是美國公債 昨天美國公債又在創下了近期的新高 那就像我們講的 其實極限值差不多是4.5到5%左右 那如果說真的來到4.5到5%左右 其實台積電它可能會跌到350元以下 但是當台積電跌到350元以下 基本上它下丘空間就非常非常有限 很難再跌了 因為350元的台積電 剛好可以跟極限的美國公債下去做抗衡 所以買法就在這裡 450 400 350 其實按照這樣的邏輯下去買台積電 絕對不吃虧 450元以下小買 400元以下大買 350元以下全力去買 也叫做all in 你可以開始去說它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 台積電本身就是一間趨勢成長股 那趨勢成長股又加上 它的比較對手是美國的公債 那只要說它的投資價值差不多 資金自然就不會再外流 所以台積電這三大價位非常重要 450 400跟350 每個價位 我們都可以分批去布局 我們都可以分批去布局 WE 178 WE 178 如果說手上的持股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要不要賣 要不要加碼 也歡迎直接私訊我們的Lite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點 很多的股票真的不需要去撒低 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它就是相對的低點 之所以會對台股這麼有信心 在這樣子的氛圍之下 最大的原因就在於說 真的是台股它已經反映過 明年最壞的狀況 提前反映過現階段的股價位階非常低 那也像我們昨天講過的 其實只有在真正空投行情之下 才會有所謂便宜的好股票 否則在一般正規的行情下 有效率的市場 不會出現所謂的便宜好股票 絕對不會 因為它不會出現雙重的修正 不會出現雙重的修正 你想減便宜也減不到 因為說如果在一個有效率的市場 一檔股票真的跌到了很便宜的價位 會不會有人去買 絕對會 大家一定會有低階買盤進去 可能說一跌下來就馬上收下影線 也輪不到你來買 所以就是說在空投市場中 特別容易出現超跌的現象 主要就是因為很多的股價 它會先修正本益比 本益比修正完再修正獲利 大家看到說獲利開出來 真的開始在衰退 又會用衰退的獲利 再重新回流到已經修正過的本益比 比如說它又會套用到已經修正的本益比 那對於股價來講 它就會出現雙重的修正 但是對於一間真正的成長股 財務體質健全的股票 這樣子的雙重修正 絕對是不合理啊 修正一次本益比 其實就應該到這邊就停了 但是當市場上看到獲利真的衰退 又會再用衰退的獲利 再去套用到已經修正過的本益比 股價再跌一次 這就是不合理 所以其實也是因為在空頭市場 有這樣子不合理的現象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超跌的好股票 這個時間點台股這樣放眼望去 真的至少三分之二 至少三分之二的電子股 早就已經很明顯的超跌 我們先不去論緊急循環股 以電子股來講 真的是三分之二全部都超跌 那只要說等到國際資金 在股市會是債市稍微取得平衡 這些國際資金回流到台股 這些已經超跌的股票一定會漲 百分之百會漲 只是說畢竟說這個時間點 市場資金不夠 所以有這麼多便宜的好股票 但是它也只能輪漲 但是輪漲對於投資人來講 對於我們來講反而是好事 我們可以這樣一檔一檔的 慢慢去佈局 所以就是說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就不需要太過於擔心 它就是相對的低位階 而且你去想 今年的台股從1月份 一路跌到了昨天還在破底 足足跌了將近11個月 其實從1990年以來 幾乎是沒有再見過這麼長的跌幅 所以這一次其實算是 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 幾乎是說馬拉松比賽 最後一里路 那也是最艱辛的一段 但這一段撐過去 接下來真的它的空間會非常的大 因為當時的1990年 1990年也是從2月份 好像是跌到10月11月左右 它的週期其實也沒有比這一次長 那這一次跌的時間這麼長 其實它的臨界點差不多就是現在 2409的優達 優達我們也是 整個面板股 我們已經整整看空了一年 從8月份正式翻多以來 就一路這樣往上拉 那2409的優達 它最大的關鍵 為什麼我們看空了一年 會在今年的8月份 從空轉多 由空翻多 關鍵就在於說它的股價 已經跌到了非常便宜的價位 從35元跌到了13元 這很明顯股價就是被雙重的修正 跌到13元 它的基本價值基本上是已經打了對折 沒什麼好不買 9月16號 減之前18.15 9月11號公開講 15到16元可以去買進 拉下來就可以去買 10月17號最高來到18.3 又再創下了新高 10月18號最高來到18.95 相對還是強勢 本週三開地走高 昨天大盤不好 大盤在破底 它一樣是開低走高大漲3% 209的優達 我們幾乎是公開在操作 公開說怎麼去買 從8月份一路講到近期的高點 18.95 所以你光是看我們這樣優達的操作 或是說整個面板 這樣一路以來的分析 或是一路以來公開說 什麼時間可以買 什麼時間要先去避開 你會知道 其實只要說對於產業夠了解 它的低點 它應該說產業最壞的情況 一定可以拿捏得到 優達看空一年 8月份轉多 轉多之後就一路這樣往上拉 其實最關鍵 它的關鍵點還是在於說 它的股價位階夠低 因為說只要說了解到未來一些產業狀況 或是說預估的獲利 當它進入一個位階非常非常低的時間點 或是說非常低的價位 這個時間點買進去一定是不吃虧 就像是我們這幾天一直在強調 每一間公司一定有它基本的價值 就像是一間攤販 它要頂浪出去 它也會有它最基本的價格在 你說一間攤販要頂浪出去 光是身材器具就可以賣個10萬 那如果說它的頂浪價是5萬元 買不買 絕對買啊 現買現賺 股票市場也是一樣的概念 一間公司要賣掉 它會有一個 清算的價值 那這個清算的價值 就是一間公司它最基礎的價格 那這個最基礎的價格只要跌破 一定會有低間買盤進去 所以在整個第四季來講 現在就是台股最壞的時間 那真正的好股票只會在現在才有 否則在正規的行情下 你根本就找不到所謂超點的股票 所以把握這樣子的機會 如果說手上有任何持股 不知道該怎麼去調節 或者滿手現金 要利用這樣的機會 危機入市 歡迎利用廣告的時間 先來電 我們先進段廣告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台股 它幾乎是已經到了臨界點 你說它要再跌 已經不可能再跌到哪裡去了 其實這個邏輯很簡單 你光是用說去年疫情發生前的高點 對比上昨天的低點 你會知道它的距離 落差得非常非常近 可能說在空頭市場下 很多人說會跌破8523 跌破萬點 基本上是不可能啦 就是說很多的產業公司 它本來就是持續在往前邁進 你說沒有任何的利空 沒有任何的黑天的情況下 要跌回到歷史的低點 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台股在整個第四季 現在就是相對的低點 它就是在一個震盪主體的過程 那又加上一大堆便宜的好股票 其實這些股票在現在的氛圍 大家都會覺得它是不是產業出了什麼問題 本身公司出現了什麼很誇張的狀況 但其實並不是 這就只是整個市場氛圍所造成的 那其實說當整個國際資金比較穩定過 比較穩定過後 你回頭過來看 這個時間點真的是一大堆股票 沒有什麼理由不去買的 它很明顯就是 已經被明顯的 錯殺抄跌 白話一點講 就像你看到一間 它的基本價值 10萬元的攤販 頂讓5萬元 這一看就知道 這就是必賺的 公司也是一樣 如果說夠了解公司 它的一些財務預測的內容 那其實一看就知道 這樣子的價位買進去 基本上真的是必賺 所以在我的Lite裡面 裡面除了有最新表股 還會告訴你 對於一間公司 未來的 未來 未來的財務預測 到底是怎麼樣 好 那對比上 現在的股價是不是便宜 可以直接掃描 QR Code加入 或直接輸入ID 小老鼠WE 178 好 所以其實我一直強調說 一間公司 它未來的財務預測 或是說未來的數字 它對於說股價 到現在到底能不能去買 這是一個非常 關鍵的要素 就以法人來講 法人看的一定也是 未來的一些財務預測狀況 那只要說 這個數字夠精準 其實現階段的股價 到底是便宜還是貴 你一看就會知道 所以為什麼說 整個面板股 我們有辦法從 好 看空一年 轉多之後 這樣一路往上拉 而且剛剛好 就是在8月 8月翻多 就這樣一路到了近期的高點 其實這最大的原因也是說 它的股價進入一個 非常非常超跌 就是說已經幾乎是 不太可能再跌的價位 所以像是 尤達這張圖 就很明顯 開始看出來說 股價就是提前 反映產業的狀況 包含全創也是 9月1號 當時也是減資前預告 一路這樣往上拉 減資過後13.2% 大漲7% 10月18號13.25% 10月19號開提走高 10月20號又再創下了 短線上的新高 13.45% 從11元漲到13.45% 從減資前到減之後 我們幾乎是公開的操作 所以你說對於一間公司 未來獲利的預估 產業的深入了解 這麼重要 當然重要 否則不可能說 整個面板股這樣操作上來 其實說面板它就可以很充分的 凸顯出整個股票市場的特色 就像我們昨天講的 以面板廠來講 今年真的是要什麼沒有什麼 要獲利 我們就以明年來看好了 因為畢竟說 現在已經到了年底 我們就以明年來看好了 整個面板股 它要什麼沒什麼 要基本面沒基本面 要位階沒位階 要獲利沒獲利 要前景更沒有前景 你說面板有什麼想像空間 當然沒有 面板的獲利好不好 非常的差 今年衰退 明年可能虧損會擴大 你說有什麼轉機點 有什麼比較好的 所轉折點 根本就沒有 你說面板要再迎來 像去年這樣子 疫情的紅利大爆發 基本上可能至少要再等個十年了 因為面板股本來就是景氣循環股 就十年磨一劍 旺一年休息十年 既然是景氣循環股 這個時間點它不應該這樣漲 那憑什麼會漲 股價未接夠低 就是說 我這樣舉個例子 可能說假設群創這間公司要賣掉 它清算後的價格 可能就已經高於10塊錢了 可能就已經高於11塊錢了 那如果說好這間公司賣掉 那換算成它的股價就已經高於11塊錢 那低於11塊錢 怎麼可能不能買 這個買進去百分之百是不吃虧啊 所以這個時間點台股 其實至少三分之二的股票 都符合這樣的概念 股價位階夠低 其實說它的股價的位階夠低 營收再爛 產業前點再爛 未來的展望再怎麼樣 其實這些都不重要 只要說股價位階夠低 一定會有減便宜的買盤進去 南亞科也是 2408南亞科 我們從上週也是這樣公開講上來 上週55.6 本週也56.4 本週57 本週三小幅震盪 我們先獲利一趟 這個位置先出場 昨天相對還是強勢 那其實這也是很標準啊 今年年減三成 明年的年減幅度會擴大 憑什麼要漲 就是因為說它的股價位階夠低啊 否則其實像這類型的股票 真的是 你要說它的利益多優點 真的是講不出來 唯一的優點 唯一的優勢就在於說 股價夠便宜 那其實台股也是一樣 台股到了這個時間點 它的位階真的已經到了非常非常低的地步 它下跌空間非常有限 再加上說 台股已經充分反映了明年第一季的利空 下跌有限又加上位階夠低 一大堆股票早就已經超跌 真的是沒有什麼理由好不買 這個時間點提前去減便宜 那等到整個國際資金稍微的平衡結束 國際資金回流到台股 這些地位階的股票一定會漲 而且它接下來的漲幅會很大 因為就像我們講的 在空投市場中 股價會先修正本益比 再修正獲利 好 那當市場看到獲利衰退 又會用衰退的獲利套用到已經修正過的本益比 股價雙重下殺 但是當市場恢復理性 股價上漲的空間也是雙倍 所以你了解到這樣子的邏輯 你會知道其實很多的股票 接下來的空間真的會很大 星星也是啊 星星 星星哪有什麼問題 就是一間財務體質很健康的公司啊 這個位置也是很好的低間買店 包含3661的市星都是 所以這個時間點 真的是要把握機會減便宜 因為這樣子的便宜貨 不是說天天都有 唯有在這樣子真正的空投行情下 才會有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所以把握機會 那手上的股票 如果說有任何的問題 不知道怎麼處理 歡迎利用盤中的時間 直接來電 或直接視訊我們的Light 那要利用這樣的機會去撿便宜 也歡迎直接來電或視訊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今天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緊從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實施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